叛徒,加入日籍以打败中国为荣,退役后还想回中国工作作者,一名来源,网络球员规划的现象现在可以说是司空见惯,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加入了外国国籍,甚至有数人代表他国获得过奥运会的金牌,作为我们的近邻,日本进水楼台先得月,吸收了很多中国运动员加盟,而这四位的做法甚是惹人气愤。 张天杰,张本天杰,1991年出生的张天杰出生体育世家,他的父亲张建曾是辽宁省篮球队员,他的母亲强叔平曾是排球运动员,由于张天杰全家都在日本工作学习,随意他成为了日本的规划目标,在许诺优厚条件下,更名为张本天杰,名字中加了一个本意为不忘本,呵呵。 张本天杰曾经接受采访说,很庆幸我是一个日本人,代表日本打败中国是一种荣耀,作为一名日本人感觉太好了,在谈到自己退役后的想法时,他希望能够回国工作,因为中国的待遇更好。 他直言,如果把我分配到中国的分社就更好了,何智利小山智利何智利这个名字,国内的乒乓球迷绝对都如雷贯耳,由于不满领导在1987年新德里士拼赛上布置的让球安排,遭遇国家对处罚的何智利,分而选择远嫁日本,不就便加入日本国籍, 并改名小山智利,1992年在丈夫后来离婚的鼓励下,小山智利宣布付出,两年后在广岛亚运会上,他接连战胜了中国名将乔红、邓亚平,夺得冠军。 不过战胜邓亚平时,他竟然向着媒体不停地大喊游戏游戏,如今小山智利频繁回到中国参加活动,并且表示以后不介意找中国老公,李明阳珊珊美游戏,2013年,原中国国卿女兰队员李明阳加入日本国籍,李明阳没有和蓝鞋打招呼,直接潜逃任了一个日本大款干爹珊珊明红,从而有了新名字珊珊美游戏, 国旗女篮主教练李新愤怒痛斥,这是中国篮球的败类,任燕丽与金茉莉华与金茉莉华是日本女磊的传奇人物,原名任燕丽,1963年出生于北京,曾是中国女子磊球队的队长,1995年,在被日本磊球教练与金茉庙子,以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待遇诱导后,不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父亲的强烈反对,坚决加入了日籍, 在任燕丽的帮助下,日本夺得两块奥运奖牌,而中国对成绩大幅下滑,后来任燕丽和日本男友分手后,一直是过着单身的生活,他表示,虽然加入日本国籍,但是怀念在中国的生活, 如果可以想找一个中国老公,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感到可耻,这和通敌叛国,卖国求荣没什么区别了,心寒,我为我是中国人感到光荣,祖国,我爱你。